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台灣今天的平蓋股的表現 基本上也是分成這個一軍跟二軍 怎麼講 比如說上半部的 包括像穩帽 普瑞KY跟趙立 他們至少線型比較強 是要準備挑戰前波高點 但是有的就是位階比較低 我們稱為叫破底翻的可能性比較高 像金材是突破一個下降壓力線 錦碩同樣突破下降壓力 這個真頂KY 他的子公司準備在中道掛牌一樣 前幾天漲停 今天也是持續維持一個高檔震盪 所以來請教一下這個老王 如果照高盛的看法 基本上他既然點名了蘋果 那台灣的蘋果供應鏈 基本上是台灣特別多 也特別留意的 你怎麼觀察 那高昇這份報告 他特別點名這些在中國佔比營收高的 你要趕快避開 那其中這個蘋果當然是中國佔比兩成 其實兩成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最直接的供應鏈 當然就是看我們這個鴻海 鴻海是非常多人持有的 那鴻海很簡單 我們上次來節目也有談過鴻海 他就在上面做一個大頭部 頭部之後呢 一個長黑灌破了整個頭部頸線 那之後就進入了區間震盪 這個上次我們跟大家談過 他這裡跌下來之後做一個回抽 那我們說過頭部頸線跌破這個支撐之後 就變成壓力 所以回抽就變成一個壓力 其實這是最好的空點 那這一波的最好的空點在這 然後就一路往下 那這邊呢 他有一個紅K試圖在這邊收復這個區間地點 但是隔了幾天之後又失敗 一根黑K下去了 那變成下到另外一個區間 所以我們看到他在這邊整理了很久 那整理很久呢 在這邊又有一個跳空缺口 帶個黑K跌破 那就進入我們前一陣子這邊的一個盤整區 那盤整區我們可以發現他前提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86塊左右 他有出現一個明顯的WD 而且這個WD是很標準的 他後面這個低點沒有來跌破前面這個低點 之後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跳空長紅 在上禮拜的事情而已 往上突破 好那接下來關鍵來了 大家想說為什麼這個突破之後到這裡就止住了 其實我剛才講過了嘛 這個區間的高點在這邊嘛對不對 又來到壓力 對啊你只要把延伸過來 其實你就知道這邊大概就是相對的高點 你就不會去追在這個地方 那最近做一個回跌 那回跌一樣嘛 這個是底部 底部的頸線壓力突破之後變支撐 所以如果你對鴻海有興趣的話 應該是等到跌下來這邊支撐 看看有沒有做支撐 大概90塊附近 如果這邊有支撐大概就有個機會 然後有機會 他大概就會在這個區間 短期大概就會在這個區間震盪 你真的想要鴻海有一個很漂亮的表現 就是要突破這個高點 那突破這個高點之後 因為這邊我們看到他這邊是沒有 是很快就跌下去了 他沒有累積很大的成交量 所以我認為只要能夠突破這邊 就直接能夠來挑戰這個大塊的區域 這個價格就是你可以注意 好那高盛還點名了一檔股票叫做高通 其實高通比蘋果更恐怖 因為高通有招達這個六成多 大概就七成 是在大陸的營收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那如果未來中美貿易戰開打 對高通當然不太好嘛 那對誰會受惠 當然對我們的發哥嘛 尤其是發哥這個今天還跟那個騰訊 聯發科 聯發科 他還跟那個騰訊組的那個AI大聯盟嘛對不對 AI同盟 所以可以你發現喔 最近貿易戰吵得很熱對不對 發哥卻是怎樣 欸往上開始做一個突破 這是高通嘛 喔沒有這是連發科 這是連發科 對對對這是連發科 那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貿易戰打得很熱的時候 連發科居然立誓開始往上了 這是一條長期的 這是K線 長期的下降壓力線 連發科打底很久之後在這邊做一個突破 突破之後他在這邊打住了 為什麼 一樣嘛 我們看到這邊是一個頭部對不對 那頭部的頸線壓力這邊做一個長黑 長黑之後他一個小紅K要來挑戰這個壓力 可是失敗 沒有過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一個最好的空點嘛 然後就往下倒 整理了很久之後 這一條支撐變成壓力 當然就壓在這個地方 所以接下來你的觀察很重要 就是看發哥喔 連發科有沒有辦法突破這個頸線壓力 OK 那假設沒突破 因為他現在停在這嘛 那你還有個機會 我們剛才講了喔 突破下降壓力之後 一個突破 通常會有個回抽 如果有機會往下倒到這個地方 那其實就是你一個錯過低檔的買點的另外一個機會 好 那你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頭部是不是比較小 那這個底部頭部是其實比較大 底部 底部其實你是這樣看啊 所以我個人有機會如果在賣月蛋開打之後 發哥因為他會享有價格的競爭優勢 因為他不用客關稅 高額的關稅 所以大家是可以比較注意的啦 那我們節目上不方便預測這個目標價 我幫大家把這個算出來 這個等幅測距 大概是這個 會有這樣的空間 51塊錢的空間 大家就自己把 就技術面來看 技術面來看 大家就直接把它加上去就好了 如果突破的話 好 那這個 中國的話可能辭行關稅反擊 那美國也要 針對他們的華為 官方的這個通訊軟體 做對抗嘛對不對 我認為 這個會是很大的重心 美國要制裁的重心 好 那這個一樣 這個是 華為的這個 最大的供應鏈 就是我們的台達電 做那個電源的 是 那我就舉一檔而已 我就舉台達電來做觀察 台達電其實它打底很久 你看這個是一個大頭部 大頭部的頸線壓力在這邊 又是一根長黑做灌破 通常你只要遇到這種頭部做長黑灌破 你就趕快避開就對了 好 避開之後呢 它這邊做震盪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塊的整理區其實很小 可是頭部很大 所以這邊雖然試圖要挑戰這個頸線是失敗的 反而又是一個最佳的空點 那疊下去之後呢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邊又有一個底部 有一個底部 如果你在畫一條線過來又往上 可是每次都在這裡打住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我們把頸線的壓力這樣畫過去 剛好 這條壓力就是成為過去台達電 這個一兩個月以來的很大的一個壓力區 所以就看到它這邊一直震盪震盪 震盪震盪 最近前一波開始往下又做一個破底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操作台達電 其實你現在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抓這個前滴嘛 你去賭一個前滴不破 就是如果現在要搶轉的話 前滴如果破的話 因為很多人覺得它體質很好啊 那怎麼會跌成這個樣子嘛 那就設一個前滴 因為停損比較低嘛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保守型 你想要等它穩健 想要轉牆再來操作的話 其實你應該是 等它這裡有個整理區間 等它突破 最好是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突破這一條 因為這個也算是一個小頭部 才一突破就很快接近 小頭部 就壓力區了 所以等於你玩這兩個股票會有點浪費時間 你應該要不然就等它直接突破 站到這個地方 會比較有機會一點 因為如果你一旦突破這個地方 就變成你的底部又很大 對 可以來對抗這個頭部 這樣大家知道 所以這大概是台南電的觀察 那剛才大K有提到這個波音嘛 波音昨天跌比較重 那波音供應鏈台灣就這麼一檔 就是我們的龍鋼 這個特殊合金 那龍鋼的話 你看我是從周K線來切入 這是周K線 周K線很明顯 這是一個三角收斂對不對 是 那我們常常教大家 三角收斂的買點就是 一旦紅K突破你就開始做追價 這我們提過很多次 那很好運用 拉上去之後一樣它做了一個什麼動作 做了一個回抽 對不對 所以回抽又是我們剛才講的 三角收斂突破之後 回抽當然就是一個買點 你就可以掌握到今年這一波 去年從去年底這一波 往上的拉抬 好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它這邊 是整理很久 其實它最近鋼鐵 這個前幾個月 鋼鐵在動我們龍鋼是沒什麼動的 對 因為它這邊做一個整理 那觀眾朋友 昨天我們剛才提到 三角收斂有兩種型態嗎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型態 跟這個型態 雖然都叫三角收斂 但不太一樣 我說過 只要你三角收斂的下面是平的話 你會有很多機會可以做什麼 做布局的動作 那其實 所以龍鋼你說 你現在買有沒有機會 很有機會 你要把田地設好 今天要布局就有機會 可是你要等的 就是要等一個突破 它才會有一個較大的漲勢 我這是週限嘛 所以它 還要慢慢繼續整理 萬一如果你 都整理這麼久 萬一一個黑K下去 這個就很危險 可能這就是貿易戰波音 這個受害股之一 好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事情是 我覺得對台廠會有一個貴大關鍵 就是我們台灣 中國其實很多出口到美國的 八成的企業 都不是中共自己能夠控制的 有八成都是外國的企業 那台商又佔了這八成一半 也就是說出口到美國其實很多是 披著陸皮的台商 披著陸皮的台商 那比如說像這一檔這個 廣達 廣達 它在上海有一個上海達工電腦 這個就很大佔比 就出口到美國的 那一旦開始關稅開打的話 對它就會有影響 連帶母公司你要很注意 對不對 那廣達要解析廣達其實很簡單 你就用一個很簡單的缺口 跟這個上陣趨勢線 因為它有一個慣性 我跟大家分析 你有沒有發現廣達在這邊 出現一個跳空缺口之後 對 長期的整理都無法突破這個壓力區 這個壓力區我們這叫回補 不叫封閉 封閉是指說你要突破這個缺口上緣 回補的話通常都是一個最佳空點 那它一旦做缺口之後 通常都會做一條上陣趨勢線出來 所以你就很簡單操作 你在上升趨勢線支撐做多 上到缺口做賣出 對不對很簡單 好那你發現 它要結束這一段的整理 又用一個什麼來結束 又用一個缺口 這是管它慣性 它每次就很愛一個缺口 可能新聞就一個利空 然後就往下 往下之後這裡有一個缺口 缺口之後呢 整理是不是又出現了一個上升趨勢線 所以你一樣 你很簡單操作 就是這邊支撐 你都可以做佈局 那一上來缺口就做賣掉 那這邊小小突破之後 當然走了一罐的小小多多 可是在這邊 各位觀眾 又一個慣性 又是缺口 所以很簡單 它在這邊 慣性又來了 又是一個上升趨勢線 讓我們發現 所以它現在正在處於 要靠近這個 要挑戰這個缺口 那你當然不太可能 在缺口去做追加 因為危險度蠻高的 你要接 當然也是在這個下雨去接 那萬一 下次當你發現 廣達過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又一個缺口往下 這代表你 它又要進入一個弱勢的循環 你當然就不要亂碰 好那還有另外一家 也值得注意 是我們的合作 合作這兩個 這個民縮跟倉縮也是它旗下的企業 那大家要特別注意 這邊是一個上升斜行 那上升斜行做一個跌破之後 一個缺口就再往下 好那你可以值得 往下的是 它們最近 在這邊有做一個小小的底部 小小的底部之後 一個往上打下來 做一個回抽 那我們知道 頸線這邊就是一個支撐 你可以做介入 可是短線就是看 這裡要跳 上升趨勢線有沒有看到 如果它有辦法 鎖住上升趨勢線 就代表這個三角系列 有辦法完成 那你就可以做介入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往下繼續再跑 那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非常謝謝這個來賓 謝謝 謝謝